我是18年剛畢業 然後就去幫侯市長選舉 那時候剛好先是首長選舉 所以他當選之後我就進到新北市政府 那進到新北市政府後來就是原本也是在負責新媒體這一塊 就是小編啊然後是影音啊主持 然後後來變成新北市的副發言人 市府的副發言人 當沒有多久我就辭職了 因為我要去選新北市的議員 所以那時候我就參加黨內的初選 就是也是希望說可以把新北市的經驗 然後帶到台北市 那其實雙倍本來就是聯動的 就是共同生活權 所以我覺得能夠有這樣子的經驗 對我來講還蠻特別的 其實我大學的時候自己是對時尚產業比較感興趣 就是我覺得那個是我很嚮往很憧憬的一個行業 那我實習的時候確實我也有到雜誌去實習過 我發現好像自己在這方面的專精的程度還不夠 對於學生來講一定非常彷徨 尤其是大四年階段 很多人 尤其是你看到身邊的人都在實習 然後好像很多人都已經有明確的方向的時候 你就會更慌張 那時候我就是其中一份 因為我沒有特別喜歡的事情 大學期間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會踏入政治這個領域 那也是應援機會有接觸過或覺得 欸 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你在上班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就是你必須要開心 你需要有成就感 當初很多人說你這麼年輕怎麼會想要參選 你怎麼會想要從政 那時候其實想法沒有別的 就是對我來講沒有損失啊 今天就算我上了也好 我不上也好 這就是年輕人的優勢 你沒有上那你也是收穫了 在二十六歲的時候你有參選的經驗 那你上了的話 那就是更好 就是你可能未來就持續朝這個領域來發展 我覺得對於大學生 尤其是大學生 不管你是大學念完要去訓練研究所 反正你要準備出來就業的這個階段 你就是盡量的嘗試 沒有關係就是你覺得好的機會 你就去試試看 因為你不是你不知道你喜歡什麼 對你試著你才知道 有些說不定是你以為你很喜歡 就像我以為我喜歡 結果我去嘗試了發現 欸跟我好像不太適合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建議就是 通通都去嘗試 趁還年輕的時候 就不要害怕失敗 失敗也好 就是有一個更明確的方向 但是要知道自己不喜歡什麼 我覺得比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比較重要 看完這支影片 如果你喜歡 動動手指頭轉發出去 給你的朋友圈 讓更多人看到 立刻幫我們按讚分享 訂閱開啟小鈴鐺 你的鼓勵是我們持續做更好影片的動力哦